OK,各位同学,大家好啊,欢迎来到Teacher用的频道,so今天呢,Teacher用会讲这个form3,chapter 3.3,human blood OK,好,so before老师说出这个human blood的这个topic,OK,老师还是要讲一下,OK,so同学们,如果你们想要学习更加多的东西的话,欢迎你们加入这个老师的这个 一个facebook,OK,尤其是今年form4或者form5的学生,老师希望呢,这个group能够帮到更加多form4跟form5的学生,OK,说话这个group呢,老师主要是会share比较多关于size跟sejara的资讯,OK,因为老师比较喜欢教size跟sejara,OK,我讲的size并不是那种biology,而是那种actual size,OK,so 如果今天你是adpass的学生,OK,你在form4是哪文科的话,欢迎你们加入这个群组,OK,so老师是不是呢,会share一些笔记啊,或者是会开live啦,来讲解一下课程,OK,全部都是免费的,OK,好,so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topic,OK,分别就是chapter 3.3,OK,human blood,OK,人类的血液,OK,so far这个topic呢,其实不会太难,OK, OK,so far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人的血,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然后A型,B型,AB型,还有O型啦,好,我们先看看一开始呢,他会先讲到的就是components and constituents of human blood,就是我们的血里面包含了什么的成分,OK,so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你把血,OK,放在一个test tube里面,OK,过了不久,你就会看到了会有两种颜色的液体,一个叫yellow liquid,一个叫red liquid,OK,就是黄色的液体,下面呢,沉淀在下面的话就是红色的液体啦,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分开yellow liquid 跟red liquid,这种方法我们称它为centrifuge methods,OK,离行法,OK,centrifuge methods,OK,so就是说他们呢,就是把这一个血,放进去这个centrifuge,OK,一个机器啦,看到吗,这个就是centrifuge啦,OK,它放在里面过后,那个血就会分开啦,before放进去,那个血原本是 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的,把当它放进这个centrifuge里面,然后进行了centrifuge过后,进行了centrifuge过后,就可以分开两种颜色啦,OK,so学生要take out啦,OK,如果考试问你,我们是怎样分开这个血里面的成分,就是把那个血放进这个centrifuge里面,然后centrifuge里面,OK,好,我们来看看,OK,components of blood,OK,这个很重要, 学生你们要知道啊,血里面是包含了什么成分呢,分别是有这几个成分啊,OK,我们有vibular cell,vibular cell,bladless跟blood plasma,OK,等等啊,老师看那个先,OK,有这个比较容易看,好,so你们要知道,在血里面的话呢,blood plasma是占有最高的部分,分别是55%blood plasma就是血浆,所以基本上给我们看到的,黄色这些liquid都是属于blood plasma, 黄色这个部分,中间这边的话呢,就是vibular cell and platelets,OK,platelets是血小把,OK,所以vibular cell and platelets都是低过1%,OK,非常的少,然后下面的话呢,然后沉淀在下面红色的液体,叫做vibular cell的红血球,45%OK,so同学们,你们要知道啦,我们的血呢,55%都是the plasma,第二多的话是vibular cell,占有45%,剩下少过1%的话就是vibular cell, vibular cell跟 platelets,虽然你们会觉得,哇,老师,vibular cell跟 platelets,占有这么少%罢了,这样一定是没有用的咯,错啊,vibular cell跟 platelets,都很有用处的,非常的重要,好,so他这也有讲啦,vibular cell的话呢,基本上呢,是made out of 90% of water,and 10% of dissolved substance,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vibular plasma,它会在上面是因为它98%都是油水做的, 等下它会比较轻咯,在上面咯,ok,啊,所以里面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一些养分,啊,carbon dioxide,啊,anzyme,啊,hormons,啊,跟waste product,啊,so,啊,ok,基本上呢,他没有讲到,哦,这几样东西,他们的function是什么啦,ok,so far,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有学过了啦,在丰富的时候,啊,vibular cell是什么用,主要是for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啦, ok,啊,好像如果我们的白血就不够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很容易生病啦,啊,很容易生病,啊,pattles也是很重要啦,for我们的blood protein,ok,如果我们pattles不足够的话,我们可能会一直流血,ok,啊,好像我们跌倒,有伤口,哦,流血不会止血,为什么,因为pattles不足够,vibular cell的话呢,就是负责运输那个oxygen啦,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等下我讲啦,啊,这些东西,啊,我们确议不可,啊, 好,然后呢,就是human blood group,ok,这个非常重要,ok,我们呢,的血,ok,可以分成四种类型,ok,分别是A型,B型,AB型跟O型,好,所以你们要知道啦,每一个血型的血,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比如说blood group A的话呢,它里面呢,啊,就是有这个antigen A咯, ok,andigen你们应该也知道啊,a讨论有什么的,在讨论第四课的时候,我们学过antigen,antibody是什么,啊,所以antibody他遇到啊,同样的antigen,他们就去attack啦,啊,这也不group B的话呢,就有,啊,B的antigen了,ok,啊,这个pattern,啊,不过AB的话呢,它分别是有,book group,both A and B antigen,ok,a跟B的antigen,它都有,所以,book group O的话呢,它是, 是,啊,什么antigen都没有,ok,看到吗,do not have A or B antigen,ok,that's why,book group O的话呢,啊,它是最善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什么antigen都没有嘛,所以今天你有O型血的话,你要捐给什么类型的,啊,血都没问题的,啊,可是,book group AB的话呢,啊,他们有人讲啦,啊,B型的人是最,啊,最吝啬,为什么呢,因为book group AB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捐给, book group AB的人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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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它的antibodies的话,它是属于MDB For Pro Group B的话,它的antibody的话是MDA Pro Group AB的话,它没有 antibody But O的话,还有MDA跟MDB的antibody OK,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For A型的话呢,它是MDB的 凡是那个血里面有antigent B的话 就不可以捐给这个A型的人了 所以,That's why B型跟AB型 是不可以捐给 A型的血的人,因为呢 AB型跟AB型里面有antigent B 看到吗?两个都有antigent B 所以B型的人他们是MDA 所以B型的人他是不可以接受 A型血跟AB型血的人,因为他们两个里面都有 这个antigent A 所以呢,他在MDB跟A就这样了 O型的人是最惨的,为什么呢?因为O型的人里面有MDA跟MDB 就说A型,B型,A型都不可以捐给O型 O型只可以接受 O型血的人 可以接受他们O型的人 然后AB型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 什么MD body都没有 That's why A型可以捐给A型 B型也可以捐给A型 O型也可以捐给A型 啊 所以他们有句话讲 啊,A型血的人是最自私的 啊 好 这可能会造成死亡了,所以 医生今天还要有病人还需要大量的血 然后医生也不能随随随便 把一个血 放进去他身体里面 啊 他的血是不对的话,可能会造成 coagulation 会造成死亡了 啊,好像MDA的人 啊,MDA的antibody 会coagulate A A 这MDB 就会coagulate B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了,好像B型的话里面有MDA的antibody吗,所以如果你把A型的血放进B型 啊,人的身体里面,就会发生coagulation了 啊,所以F 这个A型血的人里面有MDB,啊,你把B型的血的人的血放进去,也是不能了 这样就有解释了,什么东西啊,现在全部都解释完了啦,OK,A型 只可以,啊,他不可以接受A型跟A型的人,啊,B型的话不可以接受B型跟A型的人,啊,B型的人 啊,B型的人是最特别的啦,啊, is free to receive all type of blood, because there has no antibody in this blood,啊,B型的人里面是没有MDB在他血里面的,啊,所以他有个外号叫做Universal Recipient 就是啊 他是一个 啊,接受者啦,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收的,他的血 啊 然后O型血的人是最惨的啦,啊,cannot receive any other blood type 啊,总之 今天你不是O型血的人,就不可以捐给O型啦,啊,啊,啊,因为他里面有MDA跟MDB的 antibody 啊 啊 好,so,这边就还就讲到啦,啊,啊,像A型血,只可以捐给,啊,不过A的人,还有不过AB的人,啊,啊,B型的血,只可以捐给,啊,B型的人,跟AB型的人, A型的人,最支持,只可以捐给AB型的人,O型的人,是最慷慨的,因为,啊,全部,啊,不管你是什么血型,O型的血都可以捐给全部人啦,啊,啊, 所以就讲到啦,Importive of blood donation,啊,捐血的重要性,啊,这个相信不用我多讲,你们可以知道,捐血有什么重要性,啊,就可以帮助那些,啊,发生严重意外的人,他们需要血,啊,当你捐了血重,就会救到他们啦,啊, 啊,啊,受罗考试问你啦,主要是可以,啊,救到什么类型的人,啊,就是这几种啦,比如说,如果那个人还有Nukemia,白血病,啊,Hemophilia,就是血有病啦,啊,就是说,这种病的人都是缺乏血的,啊,他们很需要血,所以,今天我们捐血的话,啊,我们捐的血就可以帮助,啊,患有这种病的人啦,啊,OK,好,所以基本上,呃, 啊,我完了,啊,3.3就完了,啊,我们不许可以看一些问题啦,来做一说,啊,state 4,component of the human blood,OK,超级简单,我刚才讲了,啊,人类的血有什么,啊,有什么component,分别就是,啊, 这四个,啊,非常的简单啊, 啊,next one,state the largest component,OK,占有最大比例的就是, blood plasma,OK, blood plasma,好,and then mark correct to the,啊, donald and the recipient,they are compatible,and打查的话是,they are not compatible,OK,这个table呢,OK,我刚才也是讲了啦,OK,分别就是,这个答案啦,OK,A型只可以捐给A型跟AB型,啊,好像AB型只可以捐给AB型,O型是最好的,全部都可以捐到,OK,这个的话,我刚才讲了啦,OK,所以我不多讲, 啊,啊,and then number 4,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blood donation,啊,有什么重要,等于是可以拿去救人,哦,对不对,啊,简单的,他答案,to save life,OK,如果他一分的话,你写这个to save life,一分拿到,啊,两分的话,你就再expand一下啦,然后可以举出一些example啦,啊,这边还讲了, 啊,stay to example of disease,啊,需要这个blood and fusion,啊,像我刚才所讲的,啊,leukame啊,hermorphilia啊,都是需要的啦, Next one,what is the blood group with blood group O known as universal的呢,啊,为什么blood group O的话呢,是,啊,就是通用的这个gen,啊,因为我讲过了吗,啊,为什么blood group O会这么好的,因为它,基本上,啊,什么类型的血都可以接受, 啊,啊,啊,a person of group O can donate blood to any individual,啊,because the person has no A antigen, and B antigen,因为本身,不过O它里面是没有A antigen跟B antigen,所以它可以捐给人和一个啊,啊,血型的人, Next one,为什么AB的人是universal recipient,OK,啊,一个是捐的,一个是啊, 啊,因为他里面是没有,啊,and body,啊,没有NDA跟MDB。 这就是答案,啊,那次捐,啊,what is the blood storage center known as blood bank,啊,为什么, 什么纯学的Center会称作为Blood Bank 啊 学学的银行啊 因为Blood blank is the place where the blood is stored and retrieved 是用来纯学的咯 啊 还有 stick to public place where people can develop 很多啦 医院啊 对不对啊 Hospital 或者是National Blood Center Event though 有些时候啊 在shopping center也是有一些捐血活动 State one situation that requires a large amount of blood 情况会需要大量的捐血 可能就打仗的时候对不对 Root accident 就是车祸意外或者是打仗的时候了 No.7 这个是一个血 宝 里面有这个 AB型的血了 这来说给我们看了 So based on the figure one state of blood group OK 应该是AB型了 那边很明显了 Blood group AB Next one On other hand than the blood groups What else is test in the blood sample of the donor 除了Blood group之外 医生会test什么东西在这个blood sample 这样应该是要test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病毒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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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nt of virus and other I want the substance OK 医生每次他抽人家的血了 他抽人家的血了 是什么血型之外 要check 看一下这个病人啊 还有没有什么 virus啊 如果他有 virus的话 这个血 捐给人家 Next one The bloodbath contains several chemical substance subsidium citric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sodium citric OK 这个比较特别 刚才课本没有讲 所以这个有点像课外的问题 So他主要是 Prevent Croding of blood OK 就是防止那个血 凝固了 变硬了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放 Sodium citric的话 这个血在这血包里面 它会变硬掉 变硬掉的话 你就可以捐给另外一个人了吗 所以解决医生的在这血包会放这个 Sodium citric 防止血凝固 好 说老师今天暂时会讲到这边前 下堂课的话 老师continue讲这个 3.4 植物里面的transfer system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好 说希望同学们 如果你们 喜欢老师的video的话 欢迎你们大量的去 分享 然后呢 也不要忘记 去订阅老师的这个channel 所以你们可以得到 老师的 这个 最新的 这个video跟消息啦 OK 好 所以还是一样 如果你们 想要 尤其是forkfork 你们想要得到更加多science 跟实际的资料 欢迎你们加入我的 这个 Facebook OK 都是免费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OK Goodbye student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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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